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说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门徒清楚地意识到 耶稣在世上作为一个人 与天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凡耶稣祈祷的 天父都回应 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歧视 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懂得祈祷的人 门徒也希望和天父之间有那样的关系 他们想知道如何对上帝说话 如何祈祷 以及祈祷什么 祷告的时候 你必须知道的九件事 一 上帝永远不会赶走任何来寻求他的人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二 上帝知道什么是最适合的生活 他对你有计划而不是要伤害你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 三 我们可以与上帝清谈我们内心深处的一切 他已经事先知道你的需求和你要说的话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已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马太福音六章八节 四 我们必须了解 上帝根据他的时间 他的选择和他的意愿回应祷告 上帝的计划或许和我们的计划不同 但却是最好的计划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 五 上帝不是实现你每一个愿望的精灵 我们以上帝的旨意祈祷 而不仅仅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愿 上帝是主 不是他要来顺服我们 而是我们要顺服他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马太福音六章十节 六 我们不能在祷告中摆弄上帝 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和诚意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雅各书四章二至三节 七 你的罪过或缺点不能阻止你祷告 上帝是慈爱的 即使犯了过错 如果真心实意地承认悔改 上帝也会宽恕你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八 上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痛苦而欢喜 如果你在生活中经历挑战并未知祈祷 上帝会引导你克服挑战 并在此过程中增强你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失恋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 九 用谦卑的心祈祷 认罪 原谅那些让你受委屈的人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 祷告是我们与上帝沟通的一种方法 它帮助我们更加了解 更亲近上帝 祝福你